各位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次就像標題所示 我們來全程使用ACC 在高速公路 那現在我等會要上高速公路 所以我們就全程這樣使用ACC 那使用的方式要注意的哪一些 就是在使用的過程 跟大家說明一下說 如果在什麼情況下 ACC要做什麼的動作 我們去配合它 當然配合 就是互相配合你就可以使用的很好 像我現在就啟用 ACC 然後當然速度到了 我們再來做定速就好了 我距離先調一個 因為我個人是習慣用一個 然後我們等速度快到 我們再直接定速 不然等一下它在那邊加號 加加加加加加 有點麻煩 然後我們現在 在時速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做定速了 好我現在定速是50幾 那現在我現在把它架到110 因為這邊是國道1號嘛 那限速是100 好 110 OK 那我現在看後視鏡 左側是沒有車 所以我現在打方向燈 我只要補油門就好了 因為踩煞車ACC就會解除嘛 所以我們就 直接補油門 那我現在都已經放開了 我腳沒有踩 沒有踩油門也沒有踩踏板 由它自己去加速 那我現在使用的模式是 Eco模式 所以這個模式當然 加速面它比較沒有那麼快 它就會比較緩和一點 好那我現在加速也到 時速到109了 我們定速110 基本上它就會在109 不會到110 那全程使用了 如果當然是都沒有車 我當然就都不用變換車道 也不用特別注意什麼 但就像現在前方 前方沒有車子 這個裡面的地方 沒有出現前方的車子 基本上大概距離100 100公尺左右才會有 但是ACC呢 如果前方突然間 100公尺的東西 物體是停止的 例如是車禍 還是什麼 那工程車停在那邊施工 基本上100公里 時速100公尺 然後這100公里的時速這樣 撞上去 很有可能會是 殺不住的 所以為什麼用了ACC以後 還是要注意測況 特別注意測況的狀況就是 前面只要ACC的 雷達沒有抓到前車 那這部分就是 人要特別去注意前面車道的狀況 因為你要等他抓到車去 如果前方的物體又是停止的 那很大的機率是殺不住 所以為什麼人還是要去注意看 那基本上前方只要有雷達有抓到車 那撞上去的機率就比較低了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碰撞 因為一般會殺不住 就是那個物體是停止的 然後時速100公里 你要突然看到物體 然後殺住 基本上現在的ACC 現在L2的大部分的車種 都是沒有辦法的 好現在我們就 開始已經有一點車進來了 那我還是一樣行駛在內線 我用最高速在行駛內線 那這個狀況了 只要我就是 你看前方還是一樣沒有車子 你看我距離這個距離 其實他還是抓不到車距 他車子大概 可能像大概距離 我記得大概100公尺到150吧 就會抓到車子 但現在還沒有抓到 你看到現在還沒有抓到 沒抓到的情況下 就自己要去注意 車況了 因為如果前面一個 就剛才提的 物體是靜止的 那就很有可能會 碰撞上去 這個大家都要特別注意 所以ACC 好好用它 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好現在有抓到車子了 車子有抓到了 就大概這個距離 那當然 我就會慢慢的跟上去 跟到我設定一格 大概是 在時速100大概是 四五個車身左右吧 跟到它的時速 那我就跟它的車速了 像現在車子都沒有很多 所以基本上 都一直沒有 就是ACC就用整路的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 像中線呢 或是外線 那車就比較多一點 那內線 我當然也用最高時速 去移動 所以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我還是一樣在做超車 那等一下因為我等一下就要 下交流到了嘛 所以這個情況下就是說 如果ACC我 如果一直運作下去 像我現在打方向燈 我油門煞車 我一樣沒有控制 我一樣只要打方向燈 油門煞車 不控制 因為打方向燈以後 它的LTA就會解除 車道的那個LTA 叫 就是方向盤 輔助的這一塊 就會 就會停止 有藍線就代表會正常輔助嘛 沒有藍線就是輔助會停止 那打方向燈就是會停止 那這時候像這種微彎的道路 其實它還是會自己去做修正 這個都不用擔心 當然最好還是自己負責啦 因為不能完全靠它 因為畢竟這種 它就是輔助駕駛 不是自動駕駛 那像我要下交流道 我一樣切 我也不用去解除車 不用解除 都不用解除 好現在我要跟著 一樣要下交流道 我就跟前車 那我一樣沒有 現在它自己在煞了 因為它跟到前車 它覺得前車速度比較慢 它就自己煞了 所以 從剛剛上高速工業到現在 我都沒有踩煞車嘛 因為踩煞車就解除 補油門我有補 因為 因為我要超車的時候速度不夠快 我自己先 因為補油門是不會解除 解除HC的 就像你補油門 補超過 假設我定速110 我如果補油門超過110了 120了 那這時候也不會解除HC 只是你到120 你放開油門以後 它就會減速到你的110 定速到110 但是不是很急劇的 很很很很 就是很極端的直接給你殺到110 它是慢慢緩合的降到110 好現在就前車讓它跟 就一直跟 我們就讓它一直跟 往前跟 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去做任何的 煞車介入 你看HC都開一整路了 那你其實在 開車上面 你的腳就很輕鬆 你只要 注視著前方 就是 跟車 就是跟車更好就好了 就是 我們 就是一直看著 看著前面的車子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狀況 有沒有車子要突然插過來的呢 還是什麼情況的 還是有沒有要急煞車的 是它還沒有 可以判定到的 我們趕快介入判定 好了現在前面前方等一下可能就塞車了 那我們就看 HCR怎麼表現 喔 急煞車 急煞車 它也沒有出現 那個 類似 BVB 因為 煞車沒有那麼急 它還是會跟著急煞車 好 那現在就 前面就煞車狀況了 然後我們就是跟到停了 這時候我們一樣是操作方向 你不操作也可以讓它自己去操作 像這個情況下就是讓它自己操作 我的手就沒有 做任何的控制 就讓它自己操作 其實 這個還好啦 反正這種已經塞車了 就讓它跟就好了 然後只是怕說 右手邊的車會不會插進來 或左手邊當然沒有 右手邊的車會不會插進來 但這個地方等一下我會揮到右手邊 因為右手邊是 我要下 交流道的地方 等到空缺我就會插過去 所以 你剛才可以看 我全程都用ACC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解除 即便它塞車了 我也是沒有解除 就是讓它跟 所以 其實ACC只要用得好 其實就是 你要注意車況 就剛才講的 只要前面沒有出現車標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車況 因為前面如果是發車車 或是工程車在前面施工 你肯定會遇到 那個急煞車的狀況 那急煞車呢 基本上系統上 它是會有問題的 現在好 我跟車我就直接再按 上號 那加一個那個 加號 讓它跟上去 或是補油門也可以 所以像剛剛到現在 我都沒有解除ACC 就全程都是用 跟車系統 都沒有解除ACC 嗯 那現在先塞車 其實ACC真的也很好用 我之前很多部影片都有介紹過 塞車的時候就是 讓它補油門 踩煞車 你的腳就不用一直撐在那邊 其實ACC 你腳就是可以縮下來 但是有一個隨時可以 腳可以上去 只是說 不用腳一直放在踏板上面 這樣很痠嘛 那你就是可以放著 就是 讓它去跟就好了 讓它去跟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一個全程使用 ACC的一個 一個影片 那我也推薦大家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好好利用它啦 畢竟就是一個 有科技已經進步到這種L2的 未來可能L3 L4 甚至到未來 未來科技的L5 完全自動駕駛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就是 不要有這樣的新科技 卻不用它 嗯 當然很多影片都有提示 說ACC會怎樣怎樣 其實 都有可能啊 你人如果 沒有 輔助駕駛 但是你就不注意車況 你還是會撞車啊 那它已經講它是輔助駕駛 輔助駕駛本來就是 輔助駕駛去做 這些的加油門啊 方向盤輔助 但是它沒有叫你眼睛 不能離開 所以你還是要注視著前方 只是讓你的 雙手 跟你的右腳 可以輕鬆一點 並沒有代表說 你可以完全無視它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 這樣全程使用ACC的影片 所以現在 剛剛 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都沒有解除 ACC 所以 算 應該算 你只要正常的運用它 治癒車況 然後你要怎麼使用它 它都是 還算不錯的一個輔助系統 好 推薦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